担任世上女孩都是永远的福星 都是永远的锦里 妹妹出生后 家里突然发财了 爸妈事业顺风顺水 哥哥如愿地考上北大 而我依旧体弱多病 面黄肌瘦 家里人都觉得妹妹是锦里 我是灾星 我被送给了贫穷的姑姑 离开了这个家 可那之后 爸妈破产 哥哥退学 家庭陷入了绝境 姑姑家反而蒸蒸日上 成了千万富翁 原来我才是锦里 妹妹是灾星 这玩意开始了 清清每日分享好看的小说 关注清清不迷路 妹妹出生那天 我正好六岁 爸妈都在医院 哥哥丢给我一个面包 说是生日蛋糕 我把牙签插在面包上 学着电视里的人 双手合拢许愿 我要爸爸妈妈都有钱 哥哥考上北大 大家都快乐 我在心里默念 煞有介事 虽然我对金钱还没有多少概念 可爸妈日夜争吵 总会提到钱 骂我的时候 也说都怪我经常生病 把钱花光了 所以我希望他们有钱 那样他们就不会吵架了 至于哥哥 他高三了 经常焦虑 怕考不上好大学 有时候我给他端水喝 他都会骂我打扰他 说以后考不上北大 就打死我 我不知道北大是什么 但哥哥喜欢 所以我许愿他考上北大 你要笑死人吗 摆个面包许 什么鸟愿望了 哈哈哈哈 哥哥看着插着牙签的面包 哈哈大笑 愿望不能说出来 否则就不灵了 这是电视里的话 我讲给哥哥听 他嗤之以鼻 你肯定许愿 吃好吃的 我还不知道你 可惜你有妹妹了 以后你只能吃剩饭了 我脸色一紧 小小年纪 还不懂掩饰 内心的惶恐 一下子就暴露了 自从妈妈怀孕后 我就很惶恐 因为妈妈总说 再生一个好的 不要你个赔钱货了 看看你那鬼样子 又矮又瘦 黑油油的 看着就来气 他说了十个月 然后妹妹出生了 哈哈哈哈 怕了是吧 赶紧去给哥哥刷鞋 不刷干净我也不要你了 哥哥恶意的笑 他总是喜欢这样 刺激我 看我害怕 就会觉得很有趣 给哥哥刷鞋的第三天 爸妈回来了 妈妈裹得严严实实的 她还在坐月子 爸爸则抱着一个婴儿 婴儿也裹得严严实实的 他们身后跟着一个朴素的妇女 那是我姑姑 我叫她翠姑 翠姑是亲戚里 唯一对我好的人 她一向善良 这次主动的去医院 照顾我妈妈 陪我妈妈生产 我跑过去迎接 喊了爸爸妈妈和翠姑 然后帮忙拿东西 妈妈看见我就黑了脸 扭过头去骂 滚回房间去 我不想看见你的脸 怎么能那么丑啊 你看你妹妹多白嫩 多可爱 我的老天啊 我站在原地 不知道如何是好 翠姑干笑着开口 阴阴长开了就好了 她还小 六岁了还小 从小就生病生病 我都快给她磨死了 我现在是一点耐心都没有了 滚开啊 妈妈是朝我吼的 我低着头走回房间去 我哥正好出来 也不看我 兴冲冲的去看妹妹 看了一眼 她就满心欢喜的夸奖 哇 太可爱了 这大眼睛小嘴巴 这才是咱们家的基因嘛 乔乔确实可爱 这么小就能看出了 而且特别灵动 你看她的眼睛 滴溜溜的转 好像很懂事爷 爸爸喜不自胜 妈妈脸上也有了笑容 唯有翠姑为难 又心疼的看着我 我躲进了房间 缩在床角一动不动 只要我听话 爸妈还是会给我生饭吃的吧 妹妹到家的第二天 爸妈又吵架了 其实妈妈想吃车梨子 可爸爸说太贵了 现在养三个小孩得省的话 妈妈勃然大怒 说自己坐月子 都不能吃一颗车梨子 妹妹吓得哇哇大哭 爸妈就不吵了 赶紧安抚妹妹 乔乔乖呀 爸妈不是吵架哦 别怕 爸爸从未这么温柔过 等安抚了乔乔 爸爸叹口气道 老婆咱们不能吵架了 免得吓到了乔乔 算命的说了 乔乔是咱们家的福星 他会带来好运的 爸爸很信命 妈妈是不信的 他以前会骂我爸没脑子 这都信 可现在他连连点头 乔乔是福星 看他多可爱 一定是福星 不像音音那个灾星 我在门口端着水听着 又一次的低下了头 或许乔乔真的是福星吧 爸爸的生意突然有了起色 他创业两年了 一直在亏损 但又不甘心放弃 借遍了亲戚朋友和银行的钱 我生病要花钱的时候 他就会讨笑着 跟我说他的欠债 仿佛我能听懂一般 现在他终于有起色了 老婆 太好了 我拿下了一个大单 你等着吧 我的工作是一定能起飞的 爸爸当晚十分亢奋 我哥也被感染了 放下书本来庆祝 还亲了乔乔一口 好福星 我昂起六岁的辣黄的脸 讨好的笑 妹妹真是个福星 其实我还不太懂福星的意思 只是潜意识里觉得 我该笑 晦气 一边去 爸爸的生意开始一日千里 他头上可能有福星高照 一发不可收拾 短短三个月 他已经穿上了西装 打上了领带 在市里到处跑动赋宴 妈妈早已出了月子 他原本想着 在家全职照顾妹妹和哥哥 可耐不住性子 便跟着爸爸去跑生意了 所以翠姑又来了 妈妈给他三千块一个月的工资 让他照顾我们三个小孩的衣食住行 我终于感受到一丝母爱 翠姑一视同仁 她喜欢我哥 喜欢我妹 也喜欢我 白天她在我家照顾我们 会经常跟我说一些故事 有个故事我记得很深 那是丑小鸭与白天鹅的故事 丑小鸭从小被嫌弃 可最后她展翅高飞 原来她是白天鹅呢 晚上翠姑回自己家去了 家里就恢复了原样 我又一个人缩在床脚 写写日记 翻翻书本 而爸妈和哥哥在大厅畅想未来 轻易地抱着乔乔 乔乔真的是福星 我的成绩好了很多 已经年纪前十了 我感觉有希望冲击北大 我哥又说到了北大 爸妈喜出望外 满屋子欢声笑语 我哥考上北大那天 爸爸的公司正式成立 不再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室了 短短半年多 他已经成为了老总 而我妈成了老板娘 家里就这样富裕了 连我哥的升学宴都选在了大酒店半 那天宾客云集 三十多桌坐满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 既紧张又新奇 而且今天爸妈高兴 没有把我关在屋子里 不让我见人了 当然 主要原因 可能是我需要背着乔乔 爸妈和哥哥都很忙碌 翠姑在后厨交代什么事情 我背着乔乔 用双手还着她屁股 安安分分地坐着 我已经很熟练了 在家就背过乔乔很多次了 我偶尔扭头看乔乔 她灵动漂亮的大眼睛 转动不停 睫毛又长又细 脸蛋白粉粉的 好可爱 来往的客人 无不停下来看乔乔 夸她真好看 我便昂起胸膛 骄傲得很 对 我妹妹真好看 我妈妈几个剑步冲过来 满脸焦急 你怎么带人的 没用的东西 我妈抽了我一巴掌 赶紧接过了乔乔 我爸顺势踢我一脚 心疼的摸乔乔的额头 我惊恐慌乱 眼泪也掉了下来 哭哭哭 还不快滚 丢人现眼 我妈气急败坏 还想抽我 我手足无措终 翠姑跑过来将我抱起 一边讨笑一边圆场 哈哈 小孩子没坐稳 没事的呀 大家随便坐 今天不醉不归 客人们就坐了 翠姑把我抱去了后厨 原来翠姑以前 是在这里打工的 她认识后厨的人 所以来催促一下 上菜什么的 我坐在后厨的 一张小凳子上 面前是一辆辆餐车 餐车上都是好吃的 我直流口水 翠姑就不知道 去哪里找了 只烤乳哥给我吃 我埋头就吃 丝毫没发觉自己 嘴角在流血 那是我妈抽出来的 吃到一半 我抬头发现 翠姑在哭 我问她哭什么 她蹲下来抱住我 茵茵啊 可怜啊 别带她回来了 看着就会气 我真怕她的晦气 传给乔乔 你那么喜欢 就带她走 翠姑很尴尬 我先前是带茵茵 去后厨帮忙了 人手不够 阿翠 你不是没孩子吗 送你了 带走吧 我爸隔着门喊了一声 我哥叫门打开一条缝 面无表情的撇着我 家里马上换大平层了 这个屋子要卖了 你自己找地方住呗 跟着翠姑就挺好的 我没有说话 只是突然明白了很多东西 明白了可怜的意思 所以我眼泪哗啦啦的直掉 翠姑竟然罕见的生气了 她颤声的质问 你们一家还是不是人啊 自己孩子都不要了 有钱呢就高贵了 你们的衣服鞋子 是谁给你们洗的 我洗的 以前家里穷 妈妈不准用洗衣机 都是我手洗的 大冬天会冷掉我一层皮 朱文翠 你瞎叫嚷什么 朱音音就是一个灾心 扫把心 我就是不想要了咋地 我妈冲了出来 指着翠姑的脸骂 翠姑一下子耸了 嘴唇捏如着 脸颊通红 今年我失业都是她害的 她瞎接我领导电话 不知道说了什么话 让领导气死了 我爸恶狠狠地责骂我 我奋力地摇头 我只说了叔叔好 她就挂了的 闭嘴 你就是个倒霉催的 要不是你妹妹出生了 咱家还不知道要倒霉多久 我爸扭头看向客厅摇篮的乔乔 脸色一下子就柔和了 你妹妹真是福星啊 看她多漂亮 多可爱 乔乔坐在摇篮里 睁着大眼睛看我们 懵懂又娇气 翠姑带我走了 她背着我 一步步地走向老城区 距离有八公里 我趴在她背上 吹着夏天的晚风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翠姑的老公下夜班回来了 翠姑把我抱出去 甘笑着解释 老公 以以后住我们家吧 姑父愣住了 疲惫的身躯更加弯曲了 她问为啥 翠姑就解释了一番 姑父黑着脸 数次想骂人 但又忍住了 最后她深叹一口气 用脏兮兮的手拧拧我的脸 罢了罢了 你倒霉 我更倒霉啊 都是倒霉蛋 留下吧 我便留下了 姑父是个很有责任感的操汉子 他同意 留下我就立刻忙碌了起来 先将小杂物房改造了一番 再去捡来了一张木床 最后挂上文账 你就住这里吧 家里没啥钱 你将就点 咱们穷养啊 姑父擦擦汗水 打了个哈欠 他跟我爸妈一样 都喜欢说钱 我便双手合拢许愿 姑父 祝你钱多多 姑父哈哈大笑 回头冲门口的翠姑说 瞧瞧 这孩子会说话呀 多说什么了 晚上姑父起床撤饭 去上夜班了 不过出门才半小时 他就打电话回家 翠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赶紧询问怎么了 老婆你猜怎么着 哈哈我的妈呀 中了中了 姑父要乐疯了 什么中了 呱呱乐 我顺手挂个两块钱 竟然中了五万 头奖啊 我擦嘞 钱多多 钱多多啊 姑父中了呱呱乐头奖 五万块 翠姑惊呆了 他在电话里问了好几遍 不敢相信 就是五万块 你等着 我这就回去 姑父不去上夜班了 估计也没有心思上夜班了 翠姑笑得合不拢嘴 一会儿走走 一会儿坐坐 一会儿抱着我亲亲 音音 你真是我们的福星 我是福星吗 瞧瞧才是福星呀 过了很久 姑父才回来 翠姑一开门就问 咋那么久 真有五万块吗 有有有 我去给音音买风扇呢 我还买了肯德基 瞧瞧 全家桶 姑父一手提着风扇 一手提着肯德基 一脸憨厚的喜悦 翠姑彻底的安心了 接过风扇 又提起肯德基闻了闻 这就是肯德基呀 怪香类 我也闻到了香味 而且我知道肯德基 我哥经常买的 不过他基本都是在书房里自己吃 偶尔有薯条和鸡块吃不完 就丢给我收尾 姑父 肯德基是不是有鸡翅 我吞着口水走过去 姑父笑哈哈 一把将我抱起来 有 好几个呢 专门买给你吃的 好音音 好福星 我笑了起来 我喜欢福星这个词 这一晚屋子里欢声笑语不停 我吹着风扇 吃着鸡翅 听姑父和翠姑展望未来 有了这五万块 我可以买一辆二手的面包车 去送快递 剩下的钱存着 送快递只要勤快 一个月七八千还是有的 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姑父粗糙的大手挥动 仿佛在勾勒蓝图 翠姑咯咯的笑 一直点着头 姑父买了一辆面包车 他去送快递 每天早上 我和翠姑就在门口送他 我每次都会双手合拢许愿 祝姑父钱多多 可能是上天倾听了我的愿望 愿意把站点转让给我 十万块就行了 半年就能赚回来 姑父这晚回来 跟我们说了这个好机会 是不是骗人的 我听说城南站点 一个月轻松的赚两三万 人家会转给你 翠姑不信 姑父挠挠头憨笑 半个月前的站点不是失火了吗 那老板刚好在 我把他就出来了 所以他想包打我呢 失火 翠姑吓了一跳 你咋不告诉我 这个有啥子好说的 顺手的是 姑父不以为然 气得翠姑打他 他太忙了 一番闹腾 话题重回站点 十万块 就能拿下一个 年收益二三十万的站点了 翠姑也动了心 多不思考 说家里没存到什么钱 只有呱呱乐剩下的两万 还差了八万呢 姑父喝了一口啤酒 然后迟疑道 你哥家里不是发财了吗 能不能去借八万 翠姑的哥就是我爸爸 嘘 别提这个 翠姑打住话题 拉着姑父去房间了 让我自己吃饭 多吃点 我还不懂他们在避讳什么 或许是不想提到我爸爸 我也不在意 开心的吃 以前在家里 我每天吃饭都小心翼翼的 去我家 音音 我们找你爸妈有点事 你就在车里等着我们 翠姑让我自己坐在面包车里等 她跟姑父上楼去了 我趴在车窗边 抬头看向我曾经的家 我看了很久 翠姑和姑父都没有下来 但我猛地听见一声滚 这声音很响亮 从楼梯间穿透出来 让我浑身一击零 那是我妈的声音 我心里发紧 缩进了车子里 可又念着翠姑和姑父 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开门跑了下去 我跑上楼 去找翠姑和姑父 跑到我家的那个拐角 我便听见翠姑的哭泣声 我们只是借八万块 不借就算了 至于这样骂人吗 借 你不就是仗着给我们养了女儿 来要钱吗 我告诉你 朱文翠 朱音音是死是活 跟我无关 你别利用她来要钱 我妈破口大骂 我爸也开口 阿翠 你以前从来不找我们借钱 现在养了音音 你是觉得有功劳了吗 你要记住 是你自己带音音走的 我们可没抢破你 我贴着墙脚 眼泪又开始掉了 最终姑父死哑道 那不借了 走吧 她拉着姑姑走人 走几步就看见了我 翠姑抹着泪抱起我 音音 你怎么来了 果然啊 朱文翠 你想把这个扫把星送回来是吧 门都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们不要 你把她丢大街去 我妈妈妈咧咧 砰的一声关上门 姑父背着我下楼 翠姑在后面小声的啜气 回到车里 气氛压抑 姑父的背脊又弯曲了 她应该很愁吧 去哪里找八万块呢 可能我不是福星吧 不然为什么姑父这么可怜呢 哎呀 要不去买个呱呱乐试试 说不定又中了 姑父突然一拍手 回头朝我们笑 她的笑是沧桑的 像是古老的大地裂开的皱纹 带着洋装的坚强 翠姑叹口气 回家吧 不要站点也行 送快递也有钱了 哎呀 回家干啥 买个呱呱乐再说 咱们有福星呢 姑父捏捏我的小脸 一脚油门出发 我们很快的到了彩条站 姑父一手抱着我 一手拉着翠姑进去 我觉得她不是来买彩票的 她更像是带我们来玩的 看好了 一张出奇迹 姑父搓搓手 刮开了一张 结果没中 她便干笑起来 翠姑给她的白眼 好了吧 两块钱又没了 给音音买雪糕多好 姑父挠挠头 让翠姑也买一张试试 翠姑不肯 但架不住姑父催 只好刮了一张 还是没中 这下 没了四块钱 好了 老公 不玩了 回家吃饭 翠姑也不生气 反而安抚姑父 我觉得他们真好 他们跟我爸妈的相处模式完全不同 姑父点点头 带着我们回家 走到门口又拍脑壳 音音还没刮呢 让音音也试试 翠姑打了她一下 问我要不要试试 我恩弟点头 我想完 我们又折了回去 老板一直在打量我们 见我们回头了 掏出了一种五彩色的呱呱乐 你们这家子也不容易吧 刮这个吧 新品种 有机会中十万的 老板指了指那一打五彩呱呱乐 十万 这啥品种 五福临门 以前可没有的 老板叼着烟回答 翠姑让我抽一张来刮 我点起脚尖 抽出了一张 就这张了 翠姑帮我刮开 原本脸上带着笑 墨地整张脸一崩 震惊得无以复加 咋了 姑父凑近看 这种呱呱乐 是刮中矿里任意的数字 就有钱吧 我看看 三十八 数字是三十八 老板探头看了一眼 找到三十八所在的那条矿 看看对应的奖金 卧槽 老板大嘴一张 烟头掉裤裆去了 三十八所对应的奖金是十万 三个大人都惊呆了 老板的裤裆 被烟头烫穿了一个洞 姑父抓着呱呱乐 反复地看了好几遍 翠姑捂着嘴 眼泪都要出来了 我知道 我们又有钱了 十万呢 姑父可以盘下那个快递站点了 妈呀 我的妈呀 音音 我的福星 姑父终于回过神来 一把将我抱起来 心都不停 她的胡子扎得我咯咯的笑 翠姑彻底的忍不住了 高兴的眼泪直流 老板还在那扯裤裆 我们又刮了好几张 不过都没中了 姑父就罢手了 欢天喜地的兑换了十万元 这下城南那家快递站点 是我们的了 姑父说 那一家是城南最好的站点之一 一年至少能赚二十万 要是赶上好时候 三十万也不在话下 我听不太懂 不过她和翠姑开心就好了 城南的那家站点 成了我们家的福星 自从姑父接手后 她蒸蒸日上 收件量和寄件量与日俱增 每个月都能赚四万以上 秋末的时候 姑父又盘下了一个站点 也在城南 收件量差点 但年收益也能破三十万 冬初 我们换了一个大公寓 离开了破老小的租房 这个公寓里有浴室 有空调 还有阳台 要不是为了音音 我可舍不得租这么贵的 咱老爷们不新住这么好的 姑父搬进新家也很开心 把我架在肩膀上做饭 这时翠姑拿着手机进来 犹豫了一下开口 我哥的女儿就是乔草满周岁了 他们明天要在酒店办席 我们去不 乔乔一岁了呀 时间过得真快 那我七岁了 姑父撇撇嘴 去干啥 让人骂呀 不是 音音的户口 毕竟还在我哥家 读书 上学什么的 都是要麻烦我哥的 我们不去的话 翠姑怕我不能上学 姑父无奈的哼了哼 去就去吧 第二天 我们去了酒店 那家我哥办升学宴的酒店 依旧是高棚满座 多远的亲戚都来了 因为我爸妈家很有钱了 听翠姑说 我爸妈可能有大几百万资产了 我哥又是独北大的 光宗要祖 不知道惹得多少 亲戚羡慕 我跟着姑父翠姑进了酒店 我七岁了 长高了一些 长白了一些 但我还是跟六岁的时候一样 紧张不安 文翠也来了 哎哟 发福了 钱没少赚吧 一个亲戚凑过来打招呼 这让我很意外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亲戚 会跟翠姑打招呼的 哪有哪有 老样子吗 翠姑谦虚 哟 谁不知道你们家开了两个快递站啊 一年上百万吧 老有钱了 那亲戚笑哈哈 又瞥见我 夸奖道 音音场这么漂亮呀 我都认不出了 我不敢相信有人会夸我 不由得又惊讶又害羞 赶忙躲到了姑父身后 我妈衣着滑跪 怀里抱着瞧瞧 瞧瞧睁了大眼睛看我们 脸蛋白粉粉的 宛如童话里的公主 我哥没有出现 翠姑主动的打招呼 哥 嫂子 你们好 来就来呗 带她干什么 这不会气吗 我妈指了指我 极度不爽 我爸没有责骂我 但不说话 仿佛陌生人 姑父来了脾气 谁会气呀 有些人自己会气 说别人会气 嘴巴臭得很呐 姑父憋了很久的怒气 一下子发泄了出来 附近的亲朋好友 全都安静了 我妈愣住了 估计没想到 姑父这么激动 竟敢还嘴 她脸颊涨红 也猛地爆发 蒋军 你骂我 你他妈以为送快递赚了点钱 尾巴就上天了 妈的狗东西 儿子也生不出一个 我儿子读北大 以后我乔乔也读北大 我妈嘴巴十分狠毒 她直戳姑父的痛楚 姑父和姑姑一直没有孩子 更别提读北大的孩子了 你个臭不要脸的 你算什么东西 姑父撸起了袖子 满脸辣红色 宴席间大乱 很多小孩都吓哭了 乔乔也哭了 有亲戚抱走了 我被翠姑抱到了门外 翠姑眼睛红通通的 我注视着泼妇一样的妈妈 注视着推赏姑父的爸爸 呼得又明白了很多东西 我没有哭 我只是在心里许愿 我不想爸妈有钱了 我不想哥哥赌北大了 我想姑父和姑姑 有很多很多的钱 我想姑父和姑姑 生下他们的孩子 乔乔的满月酒席 乱成了一锅粥 我跟翠姑站在门口 目睹一切 老公来捣乱是吧 你他妈的也是个灾星 跟那个小灾星一样 去死吧 翠姑抱着我 抿嘴不渝 眼见局势混乱 我爸的手机呼得响了 他无暇去接 我妈就大喊 蒋军 你再动手试试 我老公被你耽误了生意 我弄得死你 电话估计是生意伙伴打来的 很重要 姑父喘着粗气 被三个亲戚强行地拉开了 我爸擦擦鞋 恶狠狠地呸了一口 接着掏出了手机 我儿子打来的 北大的儿子 北大的儿子 我爸扬起手机给姑父看 接着故意地打开免提接听电话 儿啊 咋了 我跟你妈在给乔乔担酒席呢 你啥时候放假 我爸高声地询问 我哥的声音并没有响起 一个中年人的声音传来 请问是朱传锋的家长呢 我们是北京朝日区派出所的 我爸皱眉派出所 怎么了 我是朱传锋的父亲 周围人安静了 纷纷地好奇倾听 朱传锋在北大食堂 偷拍女生裙底 被当场抓获 就刚才的事 请你们家长来一趟吧 什么 我爸声音聚颤 满脸不敢置信 全场大滑 我妈更是实态 抢过手机喝骂 诈骗电话是吧 我草你妈的 你全家死 你说什么 请注意你的言辞 我们是北京朝日区派出所的 警察生气了 我妈还要继续骂 我爸手机眼快地抢回手机 关掉了免提 一边接听一边快速地走了 悄悄地满月酒席 就这么结束了 我爸妈都离场了 亲戚们也只能走了 但每个人都在议论 话题自然是围绕着我哥 偷拍女生群底的事 回家的路上 我问翠姑 我哥哥怎么了 翠姑很尴尬 摇摇头不说话 姑父想笑 也摇头 朱传锋就是被惯坏了 他小时候就无法无天 只要学习好 干什么都可以 现在惯出事了吧 对 我哥干什么都可以 只要他学习好 过了两天 我听姑父说 我哥被北大辞退了 而且还要拘留十天 我爸妈现在抬不起头来 都退出家族群了 他们之前 可是经常在家族群发话的 翠姑不愿意提这些 他敲打姑父 别人家的是标管了 过好我们自己就行了 好嘞 姑父干劲满满 他的生意开始一日千里了 说来也是奇怪 姑父盘下的两个站点 越来越赚钱了 计价料每天都不少 别人的站点反而很稀松 等到来年夏天 我七岁半的时候 姑父一咬牙 再次盘下了两个站点 翠姑有些忧虑 现在四个站点了 咱们财蛋这一行多久啊 不能卖太大的步子 一个人赚不赚钱 就看了两三年 我现在是见在弦上 不得不发 有依应这个福星在 我们不会亏的 姑父看起来憨憨的 但心里有大志向 他也赌对了 四个站点 全部盈利 而且都在四十万以上 这样一来 年收益至少一百六十万 我感觉在做梦 你呢 翠姑算了收益后问姑父 我也感觉在做梦 你呢 姑父点着头看我 我在巴拉肯德基全家桶 说实在的 肯德基全家桶 最底下的鸡胸肉真难吃 我感觉 香辣鸡翅好吃点 家里富裕了 我变美了 似乎每过几个月 我就会长开一点 翠姑特意的 给我买了穿衣镜 每天帮我打扮梳理 夸我越来越漂亮了 我对漂亮 没有多大的概念 只是我觉得自己高了 白了 胖了 这就是漂亮吧 姑父前一阵子 买了一台宝马 开始跑生意了 也不知道 他在跑什么生意 翠姑早也不需要 去打零工了 他在家陪着我 同时把家里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晚上的时候 他跟姑父会说悄悄话 他们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我在偷听 听说我哥最近过得不好 公司遇到了麻烦 哎 看来朱传锋的事 对他打击很大 这是在聊我爸妈 他那一行本来就黄得快 也就赚一两年吧 姑父现在说话 有大老板的风范了 咱们有钱了 不要乱投资 先买个房子 也好给音音一个家 有时候 他们会聊房子 翠姑想买房 姑父琢磨着道 要买就买大平层 一步到位 还要是中心的 学位好 贵也无所谓 首付随便拿得出 我经常听着他们说话 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 又听他们嬉笑 来嘛 造个娃让音音当姐姐 老不正经 秋风起的时候 翠姑怀孕了 检查出结果的时候 她跟姑父抱头痛哭 我觉得 他们会很爱自己的孩子 我在旁边看着笑 翠姑流着泪 把我抱紧 音音 不管你是有了弟弟 还是妹妹 姑姑都把你当亲生的 音音 我跟你姑姑想要孩子 想了十几年了 你放心 你就是我亲生的 家里的所有东西 都有你一半 姑父郑重其事 她好像怕我伤心 我没有伤心了 我很开心 有肯德基的鸡翅吃就好了 我嘻嘻一笑 姑父姑姑对视 将我紧紧地抱住 翠姑怀孕后 姑父强迫自己顾家了 而且她考虑起安置我了 我认识一个公安局的朋友 问了一些事情 姑父在大厅里踱步 翠姑问她想说什么 姑父看看我道 咱们得把音音的户口牵过来 她以后是我的女儿 随母姓 翠姑一喜 能办到吗 很难吧 只要你哥那边点头 就没什么难的 走 去找我哥 姑父和翠姑又带着我出发了 在路上翠姑打了电话 问我哥在哪里 这是时隔几个月才打的一个电话 挂了电话后 翠姑叹口气 看来我哥亏惨啊 他竟然搬回就屋去住了 那个新买的大平房又挂去卖了 这么惨 说起来 他搬新家的时候 都没有请我们去吃饭 我们还不知道他新家在哪里呢 姑父愤愤不平 不用知道了 去旧家吧 幸好旧家还没卖出去 不然他们没地方住 我们去了旧家 看着那熟悉的房子和楼道 我手心开始冒汗 这么久了 我依旧害怕这里 准确的来说 是害怕这里的人 姑父将奔驰挺好 过来拉着我的手 他跟翠姑一人拉我一只手 我们正要上楼 我爸下来了 他穿着居家服和拖鞋 脸色晦暗 身体消瘦了不少 双方碰面 我爸第一眼就锁定了 停在路边的奔驰 阿军 你的新车呀 我爸跟姑父握手 姑父点点头 是啊 上个月买的 之前那台宝马置换的 婴才漂亮了 你看看他 翠姑宠溺的抱起我 我长高了不少 白了不少 衣服漂亮了不少 头发整齐了不少 我爸看得一愣 打亮了好一阵才认出 真是阴阴啊 展开了 展开了 来爸爸抱 我爸伸出了双手 我本能的往后一缩 他尴尬的挠挠头 请我们上去 进了屋 一股怪味传来 家里乱糟糟的 桌台都没有收拾 一些外卖随意的摆放在台上 你嫂子在哄悄睡觉 咱们客厅坐 我爸让我们坐下 他给我们倒茶 我早是这个熟悉的家 却找不到一丝熟悉的气息了 唯一熟悉的是我哥书房的门 那道门一直紧闭着 突然他开了 我哥顶着乱糟糟的鸡窝 挠着摇摇欲坠的肚男 双眼迷蒙的走了出来 他至少胖了三十斤 整个人尾米不振 眼屎都没有擦干净 在他身后的门内 传出游戏的声音 终于舍得出来了 一天天就知道打游戏 觉都不睡 你真是个废物 我爸看见我哥 就破口大骂 我哥切了一声 打着哈欠去倒水 随后就看见了我们 他看见姑父和姑姑 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可他看见了我 我安安静静地坐着 扎着双马尾 穿着白色的裙子 很乖巧 我哥看了我半天 一直不说话 翠姑起身 传风 这是音音 你认不得了 音音 我哥嘟闹了一句 眼神转向别处 随后又转了回来 他就这么看着我 露出一个很复杂的笑容 妹妹回来了 是在逃避什么 姑父开始说正事 他和翠姑要正式地领养我 只要我爸这边同意 他就能办到 我爸还没说话 我妈糊地冲了出来 你们要牵走音音的户口 那不行 音音可是我们的宝贝女儿 说什么都不行 我妈坚定又霸道 她也瘦了很多 但依旧凶狠 眼中满是贪欲 她想令我赚一笔 姑父火大 你们的宝贝女儿 这个时候就是宝贝女儿了 不行吗 蒋军 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 就了不起了 不就是快递店吗 你最多不就赚百万 我们的公司 只要度过这次难关 赚千万都不在话下 我妈始终高傲 她一直看不起姑父和翠姑 哪怕是现在 姑父气得站了起来 翠姑忙圆场 都别吵 我来说 她看着我妈开口 嫂子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困难 这样吧 我给你们十万 你们让音音牵户口 我妈眼睛发亮 跟我爸对视了一眼 我爸立刻上道 冷声地开口 不行不行 音音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我们不卖女儿 我爸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 跟我妈一个样 妈的 你们真他妈的 一点脸都不要了 抛弃音音那么久 现在就成亲生女儿了 姑父臭骂一通 蒋军 你再骂试试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个臭送快递的 你没有资格骂我 我妈一脚将茶水踢翻了 我往后缩 捂住了耳朵 眼泪又下来了 不是吓哭的 我只是难受 争吵了半小时后 翠姑先妥协 她直接问 你们要多少钱 我妈装模作样地摇头 我爸则伸出了五根手指 五十万把 音音给你们了 你他妈的贱不贱 姑父气得脖子占红 翠姑将我紧紧地抱住 好 我泪水长流 看着爸妈的脸 在视线中越来越模糊 五十万 音音不是你们的了 我有了新户口 虽然读书 上学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但我仿佛新生了一样 翠姑学了车 她买了一辆mini 每天送我上学 我下车的时候 她会帮我整理一下头发 扯一扯我的衣领 然后说我真漂亮 我理解了漂亮的意思 因为总有小男生 给我写情书 明明都是小学生 真是不要脸了 放寒假的时候 我正好八岁了 翠姑带我去吃牛排 姑父迟到了 我们都瞪她 她讨饶 然后兴冲冲地拿出手机 给我们看照片 老婆 音音 看看这套房子怎样 我选了几个月了 终于看中了这套 不容易呀 姑父早就说买房了 但一直选到了现在 好看爷 虽然是二手 不过狠心 装修也好 翠姑眼睛发光 我也喜欢 因为我看见里面 有很漂亮的婴儿房 还有吊蓝 等弟弟或妹妹出生了 可以睡这里 我指着婴儿房 又看看翠姑的肚子 她的肚子已经有点高了 那就这套了 明天就去买 姑父钱多底气足 大手一挥就决定了 一日我们就去买了 我有新家了 有了新家就要办酒席 翠姑想在家里办 省点钱 姑父眼一瞪 在家里办个锤子 你来收拾垃圾呀 直接去酒店 我非得在酒店办不可 翠姑白了她一眼 知道她想装 便由着她了 邀请发出去后 亲戚们纷纷的响应 一定赴宴 我在前一晚买了新衣服 翠姑给我买的 她带我试了很久 一件件的搭配 我都是累了 阴阴穿什么都好看 就这套吧 翠姑最后也选累了 哭笑不得 她贪心呢 觉得下一套肯定更好看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 觉得这件粉色的毛绒外套 特别酷 我的黑色鞋子也特别酷 我的马尾也特别酷 是的 我现在好酷呀 乔迁酒宴开始了 姑父意气风发 荣光满面 她在门口迎接 每一个亲朋好友 每个人都恭维着她 翠姑穿着昂贵的大衣 挡住怀孕的肚子 含笑的招呼着客人 我跟着她 向客人们问好 姨姨真漂亮啊 这养得太好了 这才几年啊 果然女儿是靠抚养出来的 文翠有福了 这女儿多好 每个人都在夸我 这让我微微地愣了一下神 我记得 当初他们都是夸乔乔的 乔乔 我的妹妹 她是最好看的 我笑着向大家道谢 翠姑招呼了客人 拉我去门口找姑父 老公 还有谁没来吗 翠姑询问 除了你哥 都来齐了 姑父撇了一下嘴 翠姑无言 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这时 爸妈来了 哥哥也来了 哥哥瘦了 理了短发 戴着眼镜 着装也得体了 她变化很大 爸妈精神也好了一些 没有之前那么颓废了 或许五十万帮了他们很大的忙 乔乔由妈妈背着 她伸出脑袋 一双黑溜溜的眼睛看我们 我跟她对视 她好奇地看我 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两岁了 会说一些话了 我觉得 她还是那么漂亮 白粉粉的 只是 我也很漂亮 我也白粉粉的 哥 来了 翠姑上前迎接 不慎热情 保持着基本的礼貌 我爸笑了一下 来了 我妈眼盯上我 猴头动了动 她是阴阴 是啊 不认得了 姑父言语中都是嘲讽 我妈抿抿嘴 哼了一声 将乔乔抱起亲了亲 认得认得 女儿嘛 我的乖女儿 她用力地亲乔乔 我爸咳了一声 拉过我哥 脸上有几分自豪 我把传锋也带来了 她现在可厉害了 给电视台写稿子呢 算是事业编了 对对对 传锋有编制了 以后不用愁了 还是编制好 在外面赚多少百万 都心慌 有了编制一辈子安心 我妈嘚瑟起来 她在讽刺姑父 姑父冷哼 气氛一下子微妙了 我哥仿佛置身事外一样 她只看我 末了 她说了句没通没脑的话 看来音音才是福星啊 没了她 我们家就垮了 啊 你说什么屁话 我妈勃然大怒 仿佛被戳中了死穴 我爸也生气了 哥哥的话打了她的脸 哥哥不再言语 沉默地站着 宴席继续 姑父和翠姑 不在巴里爸妈一家 去招待别人了 气氛很融洽 到处都喜气洋洋的 酒过三旬 有亲戚提议 去我们的新家瞧瞧 不然就白来一趟了 姑父一口答应 大家吃饱喝足 去我家做做呀 瞧千只喜 多点人才热闹 散席后 众多亲戚纷纷纷地 出发去我家 我爸妈和哥哥也跟着 蒋军开快递站点 赚了不少啊 都买新房了 不过估计是贷款的吧 我也去瞅瞅 我妈故意地说这种话 没人搭理她 她又拉过一个妇女 叽叽喳喳 我家那个大平房卖出去了 现在手里有不少钱 我们也不想创业了 准备买个新的房子养老了 不创业了 干嘛要卖大平房 那房子多好啊 亲戚们不解 我妈就尴尬了 捏如着说要还债吗 买新房就买小点的得了 养老不用多大 又没人理她了 终于到了目的地 我们一行人 纷纷地走入小区 我妈惊讶道 这不是玫瑰院吗 我们之前那个大平房就在这里 对呀 巧了不是 亲戚们嘖嘖称奇 当初我妈买了大平房 邀请了所有亲戚吃饭 除了我姑父和姑姑 姑父和翠姑也惊奇 这妖巧 然而更巧的来了 我们家的那套新房 就是我爸妈卖掉的那一套 交易是通过房产中介进行的 所以双方压根没见过面 所有亲戚都傻了眼 我妈脸色战红 站在门口大骂 蒋军 朱文翠 你们他妈的贱东西 故意恶心人是吧 狗东西 你们断子绝孙 我妈骂得极其难听 我爸也黑着脸 姑父勃然大怒 一脚将我妈踹倒 你再骂个试试 翠姑连忙制止 大声地解释 我们不知道 这房子是你卖掉的 你们当初 乔芊没有请我们来啊 闭嘴 你个贱女人 你有钱了 嚣张是吧 谁来咬谁 我哥突然出手 一把将我妈摁倒了 我妈僵住了 在地上直喘气 翠姑没有欺负我们 我在电视台的工作 都是她托人帮我找的 不然你以为电视台 敢用我这个 偷拍女生裙底的人吗 我哥沉沉地开口 我妈更僵了 我爸也愣愣地看向翠姑 翠姑眼睛一红 苦涩的摇头 传风 你能改过就好了 要改过呀 我哥不言不语 双眼通红 爸妈都安静了 好一会儿我妈呼得大叫 瞧瞧呢 众人乱了 乔乔不见了 我拉着乔乔举手 在这儿 刚才人群混乱 乔乔被吓哭了 我把她拉进屋子里去了 朱音音 你个瘟神 不要碰乔乔 我妈扑了过来 一把将乔乔抱住 她的肩膀还将我撞翻了 我头晕目眩 爬都爬不起来 翠姑惊慌失措地将我抱起 姑父又要去收拾我妈了 我慌慌脑袋 清醒了 我直直地看着妈妈 看着她愤怒的脸 那是一张我极度恐惧的脸 两年过去了 依旧如梦魇一样 挥之不去 你个死猴子 又黑又丑 滚开 看看你什么样子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 瘟神 扫把心 都是你害得我们家那么穷 那每一字 每一句 都在我年幼的心灵里 横冲直撞 永不停歇 两岁 四岁 六岁 八岁 究竟要多久 才会停歇呢 于是我说 妈妈 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妈呆了呆 皱眉盯着我 所有亲戚都安静了 诧异的看我 看着我这个稚嫩的孩童 我说 妈妈 我不是灾星 我是福星 妈妈痴笑 你说什么鬼话 你姑姑教你说的 哈哈笑死人 是我自己想明白的 我从翠姑的怀里站了起来 我走到妈妈的跟前 小小的身躯 比蹲着她要高 妈妈 是我祝愿你和爸爸 越来越有钱的 是我祝愿哥哥考上北大的 就在妹妹出生的那一天 我看向哥哥 哥哥也看着我 胸膛起伏着 嘴唇有点发抖 哥哥 你算我的面包不好吃 我把牙签插在上面 许了愿望 爸妈和你都如愿了 我把想了很久的话 在此刻说了出来 我的声音是痴嫩的 可我积压的情绪是凝重的 我是福星 我不是灾星 哥哥流了泪 我知道 我在杂务房 找到了你的日记 你都写在上面了 对不起音音 她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亲戚们面面相去 爸妈脸色变换不定 姑父过来摸摸我的头 将我抱了起来 音音确实是福星 你们知道吗 我们接纳她的第一天 就中了五万块 后来我们需要 前盘下快递站点 音音又帮我们中了十万块 她每天都会住院 我钱多多 所以我们越来越发达了 对了 有音音的福气在 我老婆怀了 姑父骄傲而兴奋 众人纷纷地看翠姑 阿翠怀了 怎么不说 是怀了 想着生了再说的 翠姑脱开大衣 露出了肚子 一看就知道怀孕了 我们都很感谢音音 如果没有她 我们仍然在出租房里打零功 翠姑动情地擦擦眼角 笑了起来 所以为了报答音音 这套房子的名字是写她的 我们是为她买的房子 翠姑一语惊人 这件事我都不知道 亲戚们哗然 随后感慨万千 我妈不肯相信 你们买房子给她 给这个瘟神 不给她给你 音音就是我亲生女儿 我不止要把这套房子给她 以后的家产 还要分一半给她 咱大老粗只会谈钱 今后赚多少百万千万 都有音音一半 辜负霸气而坚定 她当了所有亲戚面说 就是要让所有人 见证她的承诺 亲戚们全都躁动起来 纷纷地叫道 阿君真汉子 好啊 爸妈脸色发白 神色颓然 久久不渝 大伙都看着他们 仿佛要看他们 还能做什么妖 我爸丢尽脸面 再也没法待下去了 他飞快地看我一眼 然后拉起我妈要走 我妈抱着懵懂的瞧瞧 疲倦的眼神中 早已没了疯狂 他在看我 我缩进了姑父的怀抱里 直到妈妈跟爸爸 灰溜溜地走了 这天是闹得很大 引发了亲戚间的震动 我一下子成了 人人羡慕的福心 我还收到了几十个红包 都是亲戚们补的 说是往年 都忘了给我红包 这次补回才行 真是一群势利眼啊 现在知道给红包了 姑父亲点着红包 要当我的零花钱 翠姑有点精神不振 她很伤感 因为今天过后 她跟我爸妈 算是彻底的决裂了 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或许也正是因为 老死不相往来了 我们家再也没有碰到过 晦气的事 每一天都在蒸蒸日上 来年夏天 妹妹出生了 这是姑父和翠姑的 第一个孩子 取名讲乐了 她竟跟我小时候一样 长得又黑又瘦 眼睛小小的 睁不开 每天都在睡觉 我很心疼她 虽然我才九岁 但我要作为 有担当的姐姐才行 姑父和翠姑就心疼我了 说我花那么多心思 在妹妹身上干啥 家里有保姆呢 她小小的 我不放心 我是这么回答的 我以前小小的 没有人不放心我 现在妹妹小小的 我要不放心她 姑父和翠姑对视一眼 将我抱紧了 妹妹三岁的时候 不那么黑了 眼睛也大了 变得好看了 而我上初中了 十二岁 也是这一年末 我真正的发育了 一米六五的个子 白皙的肌肤 如铺的黑发 再加上富裕人家的打扮 我活脱脱的一个小公主 翠姑每次都忍不住夸我 那句诗怎么说来着 千秋无角色 岳目是家人 我要笑死了 翠姑只上过小学 不过很喜欢读书 近年来一直学习文学 时常闻粥粥的逗人笑 我也学了一句 人见生男生女好 不知男女催人老 这句诗的意思是 大家都说有子女好 却不知道子女让父母衰老 翠姑也明白这诗的意思 不由得抱着我摸摸脑袋 傻瓜 这一年的生日 姑父开了一张银行卡 专门给我用 音音 你是个小大人了 我们开始给你存钱了 每个月存三万 一直到你大学毕业 这些钱你随便零用 姑父依旧那么豪气 她现在拥有七个站点 并且投资了两家饭店 还开了一家豪华的洗衣城 一年能赚五六百万 我收下了卡 小大人哦 也是这一年 我听到了久违的爸妈的消息 这是一个远房亲戚 告诉翠姑的 我哥嫂他们又生了个男孩 因为传风前几年离家出走后 多年不回 音讯全无 哥嫂急了 索性再要个男孩 现在瞧瞧是姐姐了 翠姑十分感慨 姑父撇嘴 那么穷了还生 就非得要个儿子继承家里的破房子呗 破房子都卖了 现在在老城区租房子住 就我们以前住的那一片 翠姑叹了口气 牛逼 姑父竖起了大拇指 我默默地听着 初三难年 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养老院探望老人 养老院就在老城区旁边 站在养老院门口 便能看见大片大片的老屋子 我们一群同学花枝招展 不远处巷子口 几个拉里拉他的孩子在观望我们 其中一个七八岁的女孩 穿着明显的不合身的衣服 背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 好奇地望着这边 我注视着她 看着她的大眼睛和小嘴唇 有股熟悉感 她的脸理应是白粉粉的 奈何过于干燥 略微军烈 导致两颊泛红 不甚好看 她背上的男孩倒是精致可爱 脸白白胖胖的 一身衣服干干净净的 一看就养得好 我小跑了过去 女孩健壮胆怯地往后缩 我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猪乔乔 女孩回应 声音压压的 猪乔乔 我心里紧了一下 乔乔啊 我那最好看的妹妹 她应该八岁了 她的弟弟两岁 但他们仿佛不是一个家庭的孩子 乔乔变得这么丑 她的弟弟那么美 我张张嘴 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 我明白 乔乔不是复兴了 她成了我又丑又瘦的灾心 她的弟弟是新的复兴 我从背包里 取出了两百块零用钱 递给乔乔 乔乔又惊又喜 可不敢接 你嘴巴都干了 去买点水吧 我塞给她 她终于接了 朝我弯了一下腰 飞快地跑进巷子里去 回家后 我闷闷不乐 还是想着乔乔 翠姑一眼看出我有心事 问我怎么了 我欲言又止 男生说喜欢我爷 乐乐这么漂亮 当然有男生喜欢了 我捏乐乐的脸 仿佛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饭后我还是将乔乔的事 告诉了姑父和姑姑 两人纷纷地叹气 翠姑心地善良 提出了想法 不如把乔乔也收养了 反正咱们家不缺钱 姑父询问我的意见 我立刻点头 姑父又问乐乐的意见 乐乐懵懵懂懂 多一个姐姐吗 好爷好爷 一日姑父和姑姑 就去找我爸妈了 直到下午才回来 他们身后 多了一个怯生生的小可怜 是乔乔 乔乔手足无措 紧张的小脸通红 脑袋一直垂着 多像我呀 我跑过去抱他 不知为何眼泪掉了下来 他爸妈要了88万 少一分都不行 姑父开口 翠姑打了他一下 然后拉过我低声道 钱不重要 本来我们还想领养小俊的 但他爸妈死活不同意 他们就要给儿子养老呢 可怜小俊了 是啊 小俊也可怜 他成了家里最后一个福星 乔乔加入我们大家庭后 很长一段时间无所适从 他比我早熟 比我懂事 明白自己的身份 所以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 他还觉得自己是个灾星 一次哭着说 因为有了他 爸妈才破产的 他怕姑父姑姑也破产 翠姑当时就心疼的直哭 姑父一挥手 什么灾星不灾星的 你跟音音都是福星 姑父的话很快的灵验了 他最新的一笔投资回报风后 足足的达到了800万 哈哈 好福星 以前音音来了 让我白手起家 现在乔乔来了 让我更上一层楼 姑父故意的说得很大声 说给乔乔听 乔乔假装不在意的翻书 实则竖起耳朵 偷听我们家里人的对话 我看到他终于笑了 我也笑了 我们姐妹俩越发亲密 后来每晚一起睡 说着学校里的去世 说着哪个男生帅气 说着哪个女生的头发好看 乔乔再也没哭过了 直到我高三那年 我爸因为酗酒商人进了牢房 听翠姑说 自从我爸妈拿了我们家的88万 就开始潇洒了 也不存着 就每天大手大脚的乱花 染上了一堆恶习 现在钱早已花光 精气神也没了 我爸更是进了监狱 我妈每日浑浑噩噩的打零工过火 至于弟弟小俊 早已被乡下的外婆接走了 她或许会在乡下 过完普通且艰辛的一生吧 乔乔哭了很久 但什么都没说 我抱着她 也什么都不说 乔乔上初中的时候 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这是光宗药祖的事 跟我的哥哥一样 升学宴自然要办的 大办特办 翠姑也邀请了我妈 但我妈没有来 翠姑甚至没有找到 他人在哪里 到时候我哥有了消息 他自称是下水道的老鼠 一辈子见不得光 也不该见光 翠姑感慨地将哥哥的礼物给我 我打开一看 是我小时候的日记本 和装着一打钱的红包 哥哥在红包上写着 我想补生日蛋糕给你 但我在很远的地方 送不了你蛋糕 你自己去买吧 18年的蛋糕钱都在这里 我摸着那达皱巴巴的钱 想起6岁那天 只有哥哥记得我生日 丢给我一个难吃的面包 时间过得真快啊 升学宴结束后 姑父要带我去买新的笔记本电脑 带去大学里用的 我坐上了他的麦巴赫 他打去 音音大小姐 我给你当司机 你不嫌弃吧 不嫌弃哦 我还要助姑父钱多多 我双手合十 阿门 姑父哈哈大笑 载着我去买笔记本 半路上他突然挤刹车 可还是碰到了前面 突然窜出来的一个妇女 那妇女夸张地惨叫一声 一把扑到了车前盖上 嘴里大呼 好痛啊 救命啊 撞人啊 撞人了 靠 碰瓷 姑父郁闷不已 开门下车 我觉得兴奇 也跟着下车 救命啊 她撞了我 我的腰断了 妇女撕心裂肺 不断地拍打车前盖 姑父一把将她揪起来 你她娘的敢碰我死 找死是不是 快看啊 她威胁我 她打 妇女昂起头大叫 但声音戛然而止 姑父也呆愣当场 因为那是我妈妈 三年不见的妈妈 我心脏紧缩了一下 又放松了 平静地站着 仿佛无通树下飘落的树叶 妈妈乱糟糟的头发 在风中飞舞 她看看姑父又看看我 脏兮兮的喉咙如动着 我看向了别处 姑父择了一声 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口 她便掏出了钱包 抽出几张红的丢给妈妈 行了吧 滚滚滚 妈妈一把接住 两眼放光 连练弯腰道谢 好的好的 我自己去治啊 她快步地跑了 我站在车旁目送她 看见她跑到了远处的一棵树后 躲了起来 我跟姑父上车 姑父欲言又止 最后叹口气 沉默地开着车 车子经过那棵树 我向窗外看了一眼 看见妈妈靠着树 手里抓着钱 哭得满脸泪水 车子远去 妈妈也远去了 大学毕业后 我读研究生 读博 一直畅游在知识的海洋 当然只要有空 我就会去贫困山区走走 这是乔乔的倡议 她如今也上大学了 总是关心着贫困山区的孩子 尤其是女孩 姐姐 我们以后在贫困山区拜学校吧 特别是女校 乔乔现在青春时尚 已经是都市大美人了 我问她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她神色一暗 贫困山区里面 很多女孩都被试做灾星 赔钱货 跟我们小时候多像啊 这话让我心里一色 仿佛久远的记忆 钻进了脑海 在里面疯狂地搅拌 是啊 这世上有多少个灾星 多少个赔钱货呀 我将她抱入怀里 重重地点头 好 但愿我们姐妹是最后的灾星 是最后的赔钱货 但愿世上女孩都是永远的复兴 都是永远的锦礼 全文完